各位好,现在要开始分享我的音乐课程 其实我之前已经推出蛮多的吉他的教学影片 爵士鼓打击乐器、乐理跟音乐相关的论述 现在才开始听音乐的教学影片 主要想要针对听音乐这件事情来做一些分享 有的人可能会问到听音乐还需要学吗 我们不是把耳机带上去把音乐播放出来就已经听到了吗 其实听音乐这件事情就有一点像是看球赛 如果你今天要去看一场你不熟悉规则的比赛 例如说,如果你是一个不熟悉冰上曲棍球、板球 你一开始看这个球赛,其实你看到的球赛 但不表示你能够看懂这个球赛 也不表示你能够欣赏这个球赛有趣的地方 进一步的说,如果你是一个足球迷或者是一个篮球迷 当你越来越懂这个比赛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的、感受到的乐趣就越多 你就不一定会执着在于胜负 你不一定会执着在于比分 你可能会欣赏一些球员很机智的表现 欣赏球赛当中特有的文化 不一定就是跟胜负有关 也甚至超过了球员的表现 进入一些精神层面的、很深入的可以说的 但虽然我们现在讲的目的不是为了讨论球赛 但是这当中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 所以说我们在听到音乐的时候 并不一定真正听懂音乐 希望各位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学习音乐又有一点像学习品味 例如说我们品味咖啡 辨别咖啡的气味成本、风味在舌尖上面的感受 那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学习 第一次接触的人感受到的东西会比较少 所以说无论是知识层面对于音乐的理解 以及感受力方面需要启发启蒙 很多的事情都需要透过学习 我们才能够更深一步的感受音乐 去享受音乐 那有的人可能又会再问到 如果不听音乐或不学音乐 我会有什么损失吗? 客观的说 如果你这辈子都不听音乐 你应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损失 你还是可以过得很快乐 但是你可以这样想 如果你是一个有美好味觉的人 是一个有健康视觉的人 你不去看世界上好看的风景 有趣的图形、精彩的作品 或者是你不去品尝优秀精巧的料理手法 那这就有一点可惜了 因为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可以等待你去开发去体会 音乐也像是这样子的事情 的确是一辈子不去品尝很美味的料理 你也是可以活得很好 那你一辈子不去看很棒的风景 优秀的作品 你还是可以过得很好 重点在于是一个选择 你要不要让这些作品去丰富你的生命 我要说说在台湾 过去到现在的一些音乐教育的状况 我并不是要批评 我只是在分享一些我过去的体验 当然情况已经慢慢的改变 我觉得越来越多元 越来越好 但是在过去即使到现在 还是有一部分的想法 就是我们会误解 学乐器就是学音乐 我们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过度把事情简化了 又或者是我们会误解 学习一些音乐的理论、乐理、基础乐理 或学一些比较深入的乐理 就会多了解音乐一些 这些事情也是有点似是而非 某些情况来讲是这样没错 就像是你多学会一点 跟球赛的规则有关的 多知道一点 你会觉得看起来更有趣 但不表示你可以 懂得这个球赛的全貌 有一些情况是 上了很多的音乐性的引导的课程 其实我之前也办过 在台湾办过几十场的这种相关的讲座 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上了这些课程 我就能够多懂一点音乐 也是有点似是而非 在某些情况下 音乐的引导课程里面 能够提供的是一种很知识性的 例如说我可以讨论一种音乐的 形成的社会背景 文化、历史这些因素 介绍这些形成的背景 有助于我们去了解音乐风格的产生 但是不见得能够帮助我们 深入的感受到音乐 因为我们得到的一堆名词 就像是你听到我介绍一堆球员 这些球员多么的了不起 这些球员在他们的时代里面 达到了什么样划时代的贡献 可是没有实际上去看到他们表演 看到他们比赛 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们优异到什么程度 有的时候我们听音乐跟玩音乐 它是有点相辅相成的 我又要用球赛来做例子 如果你可以实际下场去玩球 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之后当你看别人在比赛的时候 看别人在玩 我相信你更能够懂得当中的一些乐趣 比起从头到尾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讲 实际上玩过 踢过球 你就会更知道那些踢球的人的乐趣在哪里 这样的状况也同样适用于音乐 所以如果你会一点点乐器 不需要精通 不需要非常的厉害 会弹一点钢琴也好 会弹一点吉他 会打一点鼓 你有一点点跟朋友一起合奏 一起玩音乐的经验 会有助于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应该可以再多感受到一点 综合的来说 我们要怎么样感受音乐 怎么样去学习 第一你需要大量的聆听 聆听才是最重要的 你要对聆听保有非常高度的好奇心 而不是满足一些框架 这些框架 这些既定音像的事情 我待会再讲 第一件事情 你要大量的聆听 第二件事情 可以的话 试着去玩玩看 玩音乐 去玩一些乐器 如果你不方便 在你的生活空间里 持有乐器的话 我觉得唱歌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透过唱歌 你也可以感受到非常多 玩音乐的快乐 再来我们回到刚刚讲的框架 这里说的框架 其实是一种科就 举个例子 如果你喜欢的音乐 是华语抒情歌曲 特别是男女对唱 在你的印象当中 可能会形成一种框架 就是只要你听到熟悉的语言 是以男女对唱形式唱的情歌 可能你对于这样的音乐的接受度 就会高很多 反之 如果你听到的是非你熟悉的语言 不是一个抒情慢歌 也不是男女对唱 甚至是你比较喜欢女性的声音 但是你听到的是男性的声音 或者是你喜欢的是高亢的声音 但是你听到的是低回的声音 这些都有可能会让你刚开始接触到这个音乐的时候 就降低了这个音效分数 这些事情就是我所谓的框架 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 避免让自己陷入这种框架 我们带着这个框架去听音乐的时候 的确是蛮轻松的 很简单的 像是有一个checklist 你只要check check check 听到一些歌符合你喜欢的那些要素 你就会觉得这些歌好听 但是这些歌一样的那么感动人吗 有时候那已经成为一种制约与反射 你已经习惯了听到这样子的元素的东西 你就开始觉得感动了 所以说实质上 这些音乐是不是那么感动你 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 框架的存在 它往往会阻碍我们吸收音乐的广度跟深度 所以我也会分享 避免让自己掉入一些框架的方式 那这支影片就先简单介绍到这边 希望大家期待接下来的音乐课程 另外有一件事情我想要补充的 就是在这支影片之前 我的频道影片已经公布了500支的影片了 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另外一件事情是 订阅数已经到了4000 这也是一个蛮让人开心的事 但是我重视影片的数量 多过于订阅的数量 我想要尽可能的分享一些 我在音乐上面 所知道的事情给各位 虽然我自己还在学习 还在探索当中 但是人的一生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所以我要尽可能的把一些 我觉得有趣的事情分享给各位 当然有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些内容的成熟度会受到考验 我也很期待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回过头来检视 这些内容 还是不是经得起考验了 另外有一点我要借此说明的 在接下来的影片 我一样会尽量的降低后置的时间 可能没有办法把影片剪得美美 灯光漂亮 收音收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想要把时间集中在 分享更多的内容 谢谢各位